九龙城寨即将拆迁 田一蒙 雷公子敌秋派系 加上其他帮会即将加入战团 龙城帮简直四面除个 相信也是阿洛人生中最大挑战 面对人生逆境 有的人会选择逃避 有的人会选择屈服 主角团在这个过程中又会怎样呢 我们开始本期故事 阿洛被警方带回协助调查 想不到在监狱内遇到好兄弟信一 信一 你也进来了 明日差城 差老以为我和你会带头闹事 所以先将我们拘留了 没有我们安抚街坊 肯定会乱套打 这麻烦真的是排山倒海 一波未平一波右气 吉祥和Happy仔踩进元朗灾了 我低估这个逆临了 这家伙原来这么厉害 他们两个有没有事 Happy仔伤了膝盖 吉祥又手鼓励 伤得不算严重 大家总有输赢 最要紧是人没事 别想那么多了 再难我都撑过 这次一样也没问题 二人聊天之间 黄色走了过来 怎么 听伙计说你想见我呀 是冷气太大 还是想喝我的功夫茶呀 黄色 我知道之前过分了 希望你大人有大量 别放在心上 我何以为你们九龙仔 天不怕地不怕 如果你懂事 又怎么在这儿见我 那天是我不对 黄色可不可以帮忙放了我们 马上拆成了 那帮街坊说过要抗争到底 我不想他们有事 你让我们出去安抚他们 好不好 你等我白痴啊 都知道整个城寨你们化石了 一个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 一个是街坊福利会主席 你们两个出去了 他们又怎么会无动于众 没有你们两个只会 他们想作恶都做不出 你们蛊惑仔 没一句真话 放你出去 肯定世界打乱 不放我们出去 明天真的会求大了 你不想伙计们有事 我也不想解放流血 你明不明白啊 你好大胆 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 黄色别生气 这里不透气 他造的狠 别讲那么多了 你想把柴城变成国际新闻就有的你 明天哪个敢阻挡我们做事 我就抓谁 如果我的伙计受伤 我会算到你的账上 我保证你们龙城邦以后 一定没好日子过 一旦受到约束 自由被钳制 任你在外面有多大权利也是突然 就算信仪是一帮之主 困于牢笼同样一筹莫展 遇上瞬境 万事无往而不利 走路也会捡到钱 整个世界好像围绕着自己来转 可人生游气游落 时来运转 一旦逆境来袭 算你有多大的本事 也难以对抗 信仪自从登机龙头之后 难关便接触而至 他的手足兄弟相继战败倒下 就连陈洛军此等角色 也被打得喘不过气 闲相浑胜 相反 一直处于下风的天一蒙 在因缘忌讳下 与雷公子搭上 声明确切 此消避长下 天一蒙竟能与龙城邦一针高下 龙城邦不但内忧外患 信仪和阿洛更要眼睁睁 看着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发生 却又无力阻止 因为九龙城邦 拆迁之日就在今天 街坊们拿着 调住扫把手的接口 而对面的拆迁队 则架起围栏人墙对峙 请大家放下武器 保持冷静 拆迁队即将进城执行任务 各位居民请做出协助 谢谢协物 谢谢老母啊 你们还是同胞吗 帮着英国老 撤我们的屋 撤实吧你 你们够难进来 我真死你们这帮扑盖 这是最后的警告 请大家保持冷静 放下武器 阿骑兵十万 有人匆匆奔来 老大老大 坏事了 拆迁队要进城拆楼了 街坊们都拿着家伙 和他们僵持呢 老大 你这么好的武功 不如帮街坊去赶走他们呀 我会火运掌 你以为我是火运邪神 可以打爆飞机坦克呀 我知道 他们又没有坦克压阵 就算你武功 没有火运邪神那么夸张 一定也能搞定啊 我打走那帮家伙又怎么样 成寨就可以继续保留了 阿全 人力有限呢 这个世界要发生的 怎么都要发生的 怎么挡都挡不住的 或者你会觉得我无情 明知街坊游难都不帮手 我告诉你 如果我去现场 一定会忍不住出手 到时会越高越大 那你可以帮忙劝劝街坊们呢 大家都红了眼了 怎么劝呢 如果劝得动 落宅一早就搞定了 总之一句话 要发生的 就一定要发生了 阿七所言非絮 人力有限 时间巨轮碾压过来 区区肉身 根本难以抵挡 当一个新时代将要来临 旧的事物也要成为历史 没有人可以改变 没有人可以阻止 这就是新旧交替的无难 往昔的一切 只能在回忆里寻觅 数小时后 首日的行动终于结束了 阿洛和信仪也被释放 环步走回城寨 由于清差只进行了第一阶段 所以从城外看 跟昨天没什么分别 而城内却是五捞其上 到处贴着风条和通知 这里是信仪成长的地方 一个本来有生气 有活力的城堡 如今变得像个死城一样 昔日热闹的街坊淋漓 有说有笑的景象 已经不复存在 九龙城寨情差计划熟日展开 情差过程中 警方遭受居民激烈冲撞 三名警员被伤 情况一度混乱失控 警方一共将 三十多名滋事居民 带回京说 没想到搞这么大 街坊们今天好像失去理性了 好像连命都不要了死的 话说全身里满汽油 繁琐屋内 说要玉石俱焚 好在最后劝下来了 这要分三期差 还没正式差牢 都已经搞成这样了 之后不知会怎么样 第一天 街坊们接受不了实施 等到大家慢慢接受之后 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激进了 几十个人进去了 蓝蓝你等下拿钱保释 一定要把他们搞出来 你和阿鬼请律师 钱不要顾忌 总之就是不可以让他们有事 知道了 这些你不用担心 还是做好你的事了 阿鬼有没有和你讲 昨晚龙城有人扫场啊 知不知道是什么人做的 好像是常乐的人呢 心一记得 当日在元朗 常乐有份弹劾劾自己 这时 阿洛电话响了 陈洛军 今天你们街坊真是出风头啊 上了电视 明天肯定还要上头条了 我和你说过 你不放我出去 一定会乱套 今天搞成这样 你责无膨胆 梁仔 自己做完想赖给我 我告诉你 今天的事情 一哥很生气 说以后要顶住龙城帮打 你真是蛮不讲理啊 你搞成一锅招 还要顶死我们 黄字讲下道理嘛 今天的事情 大家都不想发生 一旁默默抽烟的信义 突然站起身 抢来阿洛的电话 打呀打呀 我这个龙头 等着你们这帮乌龟 扑你个该 我叫你打呀 一厢冷静的信义 经过连日的压抑 愤怒的情绪到了临界 已经到了忍无刻忍的地步 就连阿洛也不曾见过信义 如此暴躁时空 对方立刻挂断 发泄过后 信义稍微冷静 他知道龙城和警方 已经再没有谈判的余地 好声好戏和他们讲 有什么用啊 那帮乌龟 一点道理都不讲 明明知道自己错 还算在我身上 一位龙城帮着好惹的呀 想威胁我 我倒看看是哪个更强更硬 阿鬼 给我叫起人马 今晚我要亲自带队做事 半个小时 城寨难门集合 就这样 阿信 不要冲动 警察盯得及 这时候出手 我担心 走到这一步 还有什么好选的吗 哥哥坐镇龙城 多年来都风平浪静 而落到我手上就麻烦不断 在澳门差点连命都丢了 撑我的兄弟 一个个进去了 敌丘那边内讧不断 连小小长乐这种 都想踩我们一脚 你以为我还可以忍 两兄弟一辈子 你要开打 我一定站在你这边 就如信仪所说 继续下去的话 龙城邦只会不断输敌 但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 已经没有退路可走 半小时后 城寨难门 阿鬼已经聚集了众人 阿鬼 知不知道长乐老鬼昌 现在在哪里啊 老鬼昌好像深水不由窝点 立刻给我打听 看看那家伙在哪里 为什么从老鬼昌开始 之前这家伙都没钱开饭了 在我面前装可怜 我交给他几个长的去看 结果这家伙转头 就和敌丘暗算我 我最恨这种两面派了 那天我就说了 哪个不拖我我就打哪个 我可不是随口恐吓就完了 既然这帮家伙不把我放在眼里 那我也不给他们留面子 打完老鬼昌 接着打剩下的 老大 说到放 那老鬼在文英和一众人喝茶呀 走 做了他 文英查在厅内 老鬼昌和一众手下 吹嘘着昨晚扫场的事 信仪的人马转眼杀志 一大批九龙火急下车 信仪这次势必拿老鬼昌记轻 这一期的信仪失控狂躁 四面树爹 连警司都敢得罪 整件事情非常不理智 但也非常符合信仪一贯做事风格 大家会不会觉得信仪好冲动 没有以前那份沉着呀 其实现实中 聪明人也会做错误的决定 所谓当局折灭 就是这个道理吧 每个人都有盲点误区 再聪明的人也有犯唇的时候 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 信仪一番常态 由被动便逐动 高调出病 可能到最后会储教 又或者几年之后回想起今天 他会不会问自己 为什么要走这一步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因为他年轻 所以很有火气 也有冲动的时候 冲动可能会让人做错误的决定 但也会让你做出波澜壮阔的世界 今天信仪的行动是对是错 留给时间去做见证吧 下期 承寨将会出现少有的温情画面 大家一起期待吧 谢谢大家 好